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1月18号 星期二 今天是个纪念日 老朋友都知道去年的今天 新美哥从梯子上掉下来了 骨折了 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 吴鹏飞先生最新的文字叫 我现在有一肚子问题要问 事实上他整个文类呢 一肚子问题里面他只提取出来了15个 围绕着疫苗疫情抗疫 我觉得这个15个问题 有些问题是我也想问的 那么我就可以明确 这15个问题呢 其中有好多问题也都是您或者他 想问的 不仅是国人想问的 我相信 美国人 澳大利亚人可能也想问其中的一些个问题 所以呢 与大家分享 他说这些日子他也和大家一样关注疫苗 疫苗的问题 他对疫苗一开始就有疑虑的 因为始终觉得这个疫苗 担心这个疫苗研发太仓促 然后三期的临床没坐 或者做的不够 那么国外呢 也频频的有疫苗 副作用 不合格等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不少读者呢 说批评他 说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抗疫根本知道 对疫苗这个事吴老师不应该质疑 不应该质疑 他说当时那网红教授啊 大家知道网红教授说 强调70%以上注射疫苗 就可以形成防疫的屏障 我是有严重疑问的 因为多数疫苗的有效率 也就在70%左右 这两个70%一成的话 全国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抗感染的能力 就是即使70%以上的人注射了疫苗 因为疫苗只有70%的有效率 所以两者一成 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抗感染的能力 就算是接种率达到了90% 也仍然有40%的国人 也就是近6亿人 还是处于这种无防护的状态 那么呢 他提出了15个疑问 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供大家思考 那么 问题一 美国疫苗的接种率超过了90% 但这一次奥密克戎赶到美国之后 之前的疫苗几乎等于百打了 美国甚至创造了 人的一天确诊150万人的空前的记录 这是不是说打疫苗后似乎更容易感染呢 福奇说奥密克戎将找到每一个人 是不是明确的告诉大家 疫苗没有用呢 问题二 西安的整体的接种率高达 局势罕见的99.34% 可是病毒吸来的时候 还是必须全程 严格的封紧 比起当初没有打一支疫苗的武汉 并没有减少力度强度和难度 面对这样的结果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专家 像福奇一样勇敢的站出来 质疑疫苗的作用呢 政治上经济上核算吗 问题三 去年全国一共打了至少27亿剂的疫苗 网红专家一再的改口 最后说83%的人打疫苗 就可以形成集体免疫 现在他们又改口说 可以减轻症状和减少死亡率 问题是世卫组织宣称奥密克戎等 演变到今天的病毒 本身致病致死的强度 就大幅下降了 那么到底谁说的更对呢 网户专家说的对呢 还是世卫组织说的对 问题四 现在全国还在普打加强针 真有这个必要吗 这一打又是几亿针 经济代价太高 去年全国仅疫苗一项 就耗费了5400亿人民币 这些钱都是医保基金出的 再这样没完没了的打下去 没有明确的疫区效果 医保基金就会掏空 今后全国人民看其他的病怎么办 问题五 中央电视台曾经专题报道 河南通许县人民医院一枪来 1200名医护人员和病患 全部通过干草干姜汤 这种简单 但又极其有效的中药方剂进行预防 再用汤壶和爱叶等中草药 进行全面的消杀 做到了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感染 那么简便 这么简便一连的中药方法 为什么就不用呢 问题六 西医花几千亿打疫苗 并没有明确的效果 中医药已经验证效果的方计 验证效果的方计 为什么不能推广一下呢 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征求地方政府 和群众意愿在某些省某些市 县不打疫苗 以地方人大决议的形式 全面推出中医药方计抗议 说好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你这都不敢做的话 你哪做信呢 问题七 国家对于打疫苗的政策 是坚持自愿的原则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国家没有把打疫苗 看成是抗疫的必需手段 终极手段 法定的手段 可是在实践中很多地方 是强制半强制的 有的地方孩子不打疫苗不让上学 这到底是愚昧的还是有一些势力 在借用行政力量呢 问题八 这两天 网上又开始出现专家的意见 有些中国的专家确实有些厚颜无耻 有人居然说中国的科兴疫苗 对奥密克戎有效 又在调动国人的爱国热情 问题是中国总共才发现了三四例 奥密克戎患者 专家是如何得知科兴疫苗 对奥密克戎有效的 你们看明白了吧 更何况科兴 跟爱国有什么关系 科兴是纯外资企 去年年几十个亿美元的这个利润 一分钱也留不在中国呀 都走了是不是 都哪走了是不是 问题九 一些专家不是疫苗研究专家 只是临床大夫 只是网络声量高一些 却一直在不遗余力的疫苗站台 为疫苗站台引导公众打疫苗 那么请问 他们的介绍真的是出于公益性 他们与疫苗生产销售方 确实没有个人利益纠割 如果他们有人拿了疫苗方的好处 是不是应该下地狱呢 问题十 谁敢站出来说加强针肯定有效呢 如果谁也不敢肯定加强针的效果 对一个代下定论的疫苗 还有必要让全国人民做实验吗 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疫苗注射出现副作用的报道 唯独中国一例公开报道都没有 是什么力量在压制报道不同的声音和不利的病例呢 问题十一 为什么一说打疫苗的人感染死亡就会说他基础疾病严重等等 一说没打疫苗感染死亡的人就强调他是没有打疫苗导致重症死亡 而绝口不提他的各种基础性疾病 是什么力量在右岛和左右所有的这些报道总是帮疫苗说好话呢 嗯 问题十二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西安这次的疫情做一个负责的统计 为什么我们不拿详实的数据告诉人们西安这次的感染者有多少是打过疫苗的有多少是没有打过疫苗的这样的数据对于今后的疫苗研发推荐施打难道不是很有参考意义吗 问题十三 为什么一说给老人打疫苗就会出现某位老人居家为外出结果莫名其妙感染新冠的这样离奇的病例呢 为什么一说给孩子打疫苗新闻中就会出现小孩甚至超低龄的孩子感染新冠病毒的罕见病例呢 这天衣无缝的宣传配合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 嗯 问题十四 我国真的可以排除有不良资本复制国外资本在国外的够大 为了发国难财有意的夸大疫苗作用误导国家行政决策 利用抗疫进行不当影响 形成利益链条 用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预后性等均存在不确定性的疫苗 对全体国民进行不必要的疫苗接种 嗯 真的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吗 问题十五 打疫苗需要耗费巨大的医保基金 需要动用巨大的行政资源由国家统一采购 可能形成天文数字的暴力 为什么我国没有对外资介入疫苗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 设置限制 眼睁睁睁看着外资攫取 今天的利润 这里面是无知无知无能还是有人在玩华容道的游戏 这是吴鹏宾先生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到的十五个问题 这其中的问题是不是也有您想问的呢 分享给大家 谢谢 好